台湾的肠病毒死亡病例已经累积到10人 至于重症病例也逼近了290大关 而现在也是马来西亚的手足口证的高峰期 目前马来西亚有超过了百位儿童得到了肠病毒 虽然疫情不算严重 不过大家不敢大意 在槟城此机幼儿园就有政府部门的护理人员 来帮孩子们健康检查 同时也教导正确的洗手步骤 不让肠病毒有机可乘 看看手脚看看舌头有没有红肿疹子 就是怕小小孩子得到高度传染力的手足口证 有的小朋友大方配合 不过也有的呼天喊地 护士老师七手八脚费了一番功夫 孩子才完成检查工作 马来西亚已经有超过百位儿童感染肠病毒 尤其幼稚园的学生更是高危险群 所以这次健康检查的重点就在手足口证 洗手这小小动作可是有大大学问 湿搓冲捧擦 这就是正确的洗手五步骤 而不只要手保持干净 老师也教孩子要注意足部清洁 小小朋友努力搓洗 每个缝隙都干干净净 就是要杜绝细菌早上门 大家新闻马来西亚冰城报道